今天我们来说偷看爱人的手机一定会发现惊喜 都说恋爱中的人极度敏感 我们在恋爱的过程中总会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个地点 莫名的心血来潮没有原因的怀疑或者想要了解自己的爱人 这个时候呢为了避免爱人知道后的不快与尴尬 有的人就趁着爱人不注意偷偷地查看爱人的手机 然而事情的结果往往就如同莫非定律中描绘的那样 当我们怀着爱人的手机里一定有不可告人的隐私的心态 去偷看爱人手机的时候就一定会发现自己意想不到的惊喜 灵敏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姑娘 无论男友做什么灵敏都想第一时间知道 男友稍稍有些不合自己心意的举动 就会认为男友不再爱自己了 有一天闺蜜告诉灵敏 看见灵敏男友与另一位陌生女子一起走在街上 两人有说有笑 灵敏一听心中就紧张起来 送走闺蜜之后就给男友打了一个电话 询问男友在哪里 我在公司开会一会儿再聊 男友很快地就挂断了电话 灵敏呢开始对男友产生怀疑 晚上趁其不注意 偷偷查看了男友的手机 结果没想到真的在手机中 看到了自己不想看到的信息 男友在微信上接连几天 一直在与一个叫她的心意的女孩联系 两人的聊天记录 充斥着大量男友所做的甜点 与女子品尝后的赞扬 灵敏拿着手机质问男友 男友一看手机也明白了过来 与灵敏争吵了起来 随后两人分手 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之后 灵敏才知道 她的心意是本地一家甜点屋的名字 自己的男友之前 总是在业余时间 去这家甜点屋学习制作甜点 不告诉灵敏 也只是想在生日时 给她一个惊喜 很多人认为 让不让自己查看对方的手机 已然成为对方爱不爱自己的 一条重要标准 某家报社之前就 你会不会查看恋人和爱人手机的 相关问题 进行了网上的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 有80%的网友 表示看过对方手机 这其中有41%的网友是出于好奇 19%是因为疑神疑鬼 而有70%的人表示反感自己的手机被查看 同时都在不同程度上 存在因为手机被查看的问题产生矛盾 显而易见 偷偷查看爱人的手机 对于两人关系的发展 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甚至还会因此而产生怀疑及矛盾 况且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小秘密 哪怕是再亲密的人也不想让他知道 如果我们随意翻看恋人的手机 就有可能翻出恋人的黑历史 这会让我们与恋人彼此之间 无法再怀有平常心去面对对方 严重的甚至导致彼此的感情破裂 比如说 我们以前可能做错事 或是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情 这件事给对方造成伤害的同时 也让我们心生愧疚 我们会将此事放在自己内心深处 不愿意再被翻出来 如果我们在翻看对方手机的时候 看到对方这些黑历史 那么对方就不知道 应该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我们 从而使得彼此之间产生隔阂 手机在给我们带来方便的同时 确实在有意或是无意之中 存在一定的不想被他人知道的隐私 我们在查看爱人手机的时候 不免会触及这些而产生误会 或许有人说 哪有这么巧的事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误会吗 莫菲定律告诉我们 哪怕事情只有1%的可能 朝着变坏的方向发展 那么它就有可能变得更糟糕 当我们想要翻看爱人手机的时候 如何做才能使两人关系 得到更好的发展呢 首先 大多数想翻看爱人手机的情况 是出于怀疑或者其他什么原因 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与冲动 其实 如果对方真有什么 不想让我们看到的信息 就算是把手机拆掉 也不会让我们找出来的 能找到的 也都是对方认为 不算隐私的内容 所以呢 大可不必这么麻烦 只要说上一句 我想和你谈谈 就可以解决大多数的问题 当然了 在谈的过程中 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其次 在已经偷偷查看了爱人手机的情况下 要主动告诉对方 自己只是太想了解对方了 恳求对方的原谅 表示自己以后不会再这么做 希望对方也能与自己主动沟通 最后 就是做到相信对方 如果我们出现对爱人的不信任 那么两人之间难免心生隔阂 使两人的关系 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 遇到事情多沟通 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试图通过看爱人手机这种方式 来处理问题 只会让惊喜 毁掉两人的关系